其實敦煌和香港的關係很密切 有人說敦煌和香港是前世今生的關係 敦煌過去都是中國通向世界的門戶 香港就是我們今天通向世界的門戶 我們這個展覽中有一些展品 是來自敦煌研究院近幾年的數碼化工程成果 讓我們在香港開發一些多媒體的節目 配合展覽展出 希望可以用科技去解說文物 因為裡面所見到的壁畫、造井、佛陰 其實全部都是一比一 跟敦煌洞窟裡面的情況複製出來 就像敦煌現場體一樣這麼真確 二八五窟這個窟窟很重要 是現存敦煌最早有紀念的窟窟 在五三八年的時候這個窟窟已經建成 這個窟窟是很珍貴 在窟窟裡面見到有道教的語人 中國的呂窩伏熙這個代表日月神的形象 中亞地方傳入中國 破了一些馬車 或者一些老虎拉的車的日神和月神的形象 佛教的一些利納佛的數像 印度教的神 例如像頭神加尼斯 塞浩都在洞窟裡面見到它的形象 所以這個洞窟裡面就很好地印證到中西文化交流 宗教方面如何結合 其中有一個五百強度成佛因緣故事 這個故事畫 故事畫裡面 其中特別是用了很多藍色的顏色做填畫的內容 這些顏色很難找到出來的 因為藍色本來自清金石 這些清金石都是來自柯富汗一大生產的礦物 用了很多時間才做造成 《老道叉鬥勝變》這個壁畫主要講佛的弟子叫謝利佛 去到一個地方就希望建一個寺廟 老道叉就是一個外道裡面的一個領袖 於是挑戰謝利佛 如果你要建這個寺廟 你才會打敗我 於是老道叉原來懂得變身 其中一道就說老道叉變成一隻蠻牛 就是蠻牛衝撞到謝利佛 謝利佛很淡定地把自己變成獅子 把牛就咬死了 所以畫裡面有很多變法場面 又充滿了想像 同時畫家也有很活潑的手法 將場面展示出來 我們洞窟用了一個虛擬技術 就是一個VR體驗的技術 這個洞窟精選是聖堂時期的45窟 因為洞窟裡面有很精彩的彩素 菩薩的形象 觀無量受驚變 以及觀音驚變 兩個很重要的驚變畫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我們很大型的一個展示 就是這個五台山圖 這個展示分兩部份 現在第一部份 我們將五台山圖立體化了 觀眾在過程中 他好像可以飛入五台山 好像小鳥一樣 撩陷五台山的情景 在五代年間 整個東亞地方 都將五台山 視為文殊菩薩的一個道場 看到現在圖裡 就開始有些人間生命的情況 第二樣東西 我們用一個所謂互動的裝置 他讓觀眾可以發現 那些圖像背後的一些故事 看到有很多十大寺廟建築 有所謂的大清涼寺 大佛光寺 大福聖寺 這些建築 在裡面都有動漫的影片 觀眾在按鈕就可以看到原來 這麼重要的大佛光寺 所以在整個五台山圖 就在圖中間的位置 觀眾進去看的時候 就可以看一套影片 所以我們說 今天來到這個展場 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給觀眾去到敦煌現場看的時候 他看這個資料可能更加多